大家好,这里是爱奇麦克,我是老边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个视频关于Windows镜像的制作过于复杂 今天聊一下在Windows下制作Windows10的镜像 这听起来像一个俄罗斯套娃 如果你懒得制作,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公众号中获取取镜像文件 现在讲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打开Windows10的虚拟机 这里说明一下这个PD是16.5版本 由于我这里没有实体的Windows机器,所以用虚拟机代替了 现在这个虚拟机里的Windows相当稳定 全屏最大化一下,看起来舒服一点 整个过程其实只有一步,执行安装脚本就可以了 先打开屏幕上的网址 然后输入ARM 点击下载第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选择一下语言 我们这里选择简体中文 再选择一下具体的功能版本 我们这里选择Windows10Pro 再选择一下机程.net 这些功能只有在Windows版本下才有 使Windows独享功能 点击进行下载 稍等片刻 打开这个压缩文件 把文件解压缩出来 执行里面的生成脚本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名字包含Windows的脚本 双击运行 这里点试 然后就开始漫长的等待了 这个安装盘我放在网上共享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生存过程非常漫长 大概要几十分钟 经过几十分钟等待后 文件生存完毕 这个镜像文件 大约4.7GB大小 新建一个虚拟机 看看这个镜像文件 能不能安装成功 把镜像文件拖进来 选择一下Windows的版本 这里好像遇到一个bug 无法选择 选择这个空白像 试试看 推回去看看 看不看会不会重现 再选择一次看看 果然还是这样 看起来是个bug 这里我选择设计 模式 方便下个视频 方便下个视频 CED软件的测试 由于内置盘比较小 我选择安装在外接 磁盘上 取个名字 叫CED 好了 现在开始正式安装 一顿操作猛如虎 Windows很快就安装完成了 然后是知道的驱动 自动安装 等到完成后 Windows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好了 现在你知道如何制作一个 Windows 10的安装镜像包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